今天要做的是黑椒牛肉 用到的是牛排肉 为什么用牛排肉呢 因为牛排肉一熟 它炒出来的口感特别好 特别嫩 今天用到的配料是洋葱 紫色的洋葱 比白色的好看一些 而且营养更好 彩椒可以是黄色的红色的 这种橘色的也很漂亮 还有绿色的 牛排我们要处理一下 需要拿一个擀面杖 开打是为了让它里面的纤维断开 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 如果是煎牛排的话 也建议要这么做 这样做出来牛排口感会很好的 我们来切块儿 不喜欢肥的可以把这个肥的给切掉 切成正方形的小块儿 彩椒也切成块儿 不要比牛肉块大就好 洋葱也是切成块儿 下面我们来腌牛肉 用的是黑椒粥酱 这个在亚洲超社就有买的 切拐出来一勺 把它拌匀 因为黑椒汁这个酱本身就有咸的 所以腌的时候不需要放盐 炒的时候稍微放一点点盐就可以 腌牛肉也要半个小时以上 也可以提前一碗把它腌好 然后第二天直接用 我们开始炒这个黑椒牛肉 开火 炒牛肉最好用黄油 黄油炒出来的话比较香 没有黄油的话用植物油也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可能会没那么香 让锅热一热 这样黄油就比较容易更好的炮烤 拿一筷子 先下洋葱 黄油收热要比普通的油要快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加点食物油进去 如果彩椒喜欢吃生一点的话就厚放 喜欢吃的熟一点的话就可以先放 因为这个牛肉会很快就好 因为这个牛肉会很快就好 所以我们可以先放柴椒 拌了两下之后就可以把牛肉直接倒进去 放点糖给它提鲜 这个肉的颜色基本上都变色了 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因为是用黑胡椒酱腌的 那个酱比较咸 可以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这种肉不要炒得完全熟 因为它牛排嘛 中间有一点生的话会比较嫩 口感会比较好 如果炒得太熟的话 它就口感就比较老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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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